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作为我国五大直辖市之一的大城市 加之特色的美食以及秀丽的风景 每年都吸引着数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 这样一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加上每年的流动人口 重庆一个市的人口数量 甚至抵得上我国一个普通省的人口总数了 除了庞大的人口数量外 重庆还有另外两个容易被人误以为是省的重要原因 那就是它的面积和经济实力了 要知道在我国这五个直辖市之中 发展最好实力最强的要属北京市了 而论直辖市的面积 重庆却是要排第一的 它的面积甚至都要赶上一个省了 因此说它近占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也不过分了 也正是因此 重庆吸引了大批商人前来投资 其经济实力也是一举超越各省 成了仅次于北上广的经济大势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有小伙伴想去重庆旅游的话 最好听小编一句劝 千万不要吃得太辣 因为这里的辣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